你有没有发现 饭店里吃到的牛肉猪肉羊肉总是特别滑嫩 而自己在家做的却总是又老又柴 到底是技巧问题还是有什么隐藏的秘诀 大家好我是老高 今天带大家揭秘饭店腌肉的秘密 这是我新开的一个系列 为什么专门揭秘厨房里的小秘密 这个系列会不定期更新 如果你喜欢别忘了点赞支持 顺便关注我的频道 第一时间解锁更多厨房小技巧 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告诉我你最想知道的厨房疑问 我会一一解答哦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 为什么要腌肉 腌肉的主要目的是 让肉质更加嫩滑多汁入味 同时还能改善口感和提升风味 具体一点就是以下几个关键作用 让肉更嫩滑 增加肉的持水性 让肉更加容易吸收调味料 影响口感和风味 保护肉质 变多调味料更容易渗透进去 然后腌制和烹饪的效果更佳 这里还有一个小细节 就是不管是新鲜的肉 还是从冰箱里拿出来化冻好的肉 都建议在切之前先放在冰箱里冷藏一小时左右 因为低温可以让鸡肉纤维放松 腌的时候更容易吸收水分和调味料 下面我们来腌肉 需要用到的调味料有生抽 淀粉 小苏大食用油 盐 糖 还有水 500克的肉需要差不多用一勺糖 一勺盐 一勺小苏大 一勺生抽 这里盐除了有调味的作用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作用 就是在肉表面形成渗透压 这样可以让肉更好吸收水分 小苏大的作用是破坏肌肉纤维 让肉变得更软嫩 但是切记小苏大不能放多 不然会有很强的碱味 影响口感 等搅拌至肉粘手后 就可以分三次放入冷水了 冷水可以使肉继续保持低温 这样腌出来的肉会保持上浆的状态 三次一共放大约100毫升的冷水 最后碗底不会有剩余的水 就说明这一步很成功 这时候肉会呈现出深红色 并且依旧很黏手 现在放入适量的玉米淀粉 搅拌均匀 让淀粉充分的被肉吸收 然后再淋一些食用油再次搅拌 让每一片肉都均匀的裹上油 这样就可以锁住水分了 接下来我们需要把腌好的肉放回冰箱 这一步是醒肉 就是让调味料更均匀渗透 肉更入味 同时低温也可以防止蛋白质提前变性 保持滑嫩的口感 那 Awards showing Your farm 与您这部份的 omega汤 从这边 现在也一个时间 êt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